哈喽各位Youtube的厂长大家好 这个视频当中呢 来系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翡翠 翡翠的种水 我以前呢有一期视频聊的是 翡翠里面的这些事 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翡翠里这些事呢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要知道 当然也有的朋友呢 不想知道这个翡翠行业里的这些事 或者珠宝行业里的事 那可以就是想认识 这个翡翠是什么种水啊 怎么回事啊 等等 那呢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也会有底线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里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盘子里啊 我挑了几样 几样翡翠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 这就是黑色的 有的常友呢会认为 这黑色呢有一部分是磨砂 能体验出来吗 就是皮肤的 这种呢叫宝宝佛 这个题材是宝佛佛 但是大家会想啊 这个翡翠怎么会有黑色的呢 这个一般常友啊不知道 实际上翡翠呢 实际上翡翠呢是有黑色的 打灯呢这个也是非常透的 非常透 呃 这种这种这种品类呢叫做墨翠 墨翠呢 它的价格呢 取决于 也取决于它总水 透不透 里面的杂质多不多 等等 啊 这是看墨翠的这个方法的方式 当然呢这个墨翠的品质高与低 我们通过外表呢很难识别 因为外表它是黑色的 嗯 墨翠的这个品质在翡翠当中呢 翡翠的品类当中呢 实际上是比较擅成的 呃 为什么拿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当时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啊 因为我那边工厂自己加工嘛 加工是加工一个镯子 加工碎了 碎了之后呢 又改做的这个 啊 驱龙 改做的这个龙纹 做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拿出来呢 是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匪 啊 这个红黄为匪 红色黄色的 都是匪 啊 嗯 绿呢 为脆 大概是这样 有匪的东西呢 嗯 比没匪的好 但是并不是说 并不是有匪的就一定价格高 也许约于总水 啊 这点大家要知道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的这个 整个这个整个这个 这里面吧 啊 这个 嗯 都是什么种水的 先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 是档次比较低的 啊 其实这个也是外来品 这个单独介绍一会儿 这个呢 是豆种 啊 我们不看颜色哦 看种水 什么是豆种呢 你看 像石头一样石性很重 光打上去呢 也是透的 但是呢 不是那么透 有点丑的有点像大理石似的 啊 我们称之为 这种种水呢 为豆种 啊 当然这点带这个绿呢 是羊绿啊 这是往羊绿上走的 啊 这个我们不说 我们就说这个种水 我们再看这块牌子 啊 这块牌子呢 一般的牌子 大家都要知道 都是有壁裂雕的 啊 都是这个呢 跟着这个 石头的 纹路 有的石头呢 有的地方可能是有一条 石纹 然后之后就给它取掉了 啊 这边 雕了一条线正好把石纹雕掉了 这种雕刻叫壁裂雕 啊 这都是正常的啊 壁裂雕都给它雕掉了啊 都是正常的 这个种水呢 就属于糯种 啊 在豆种之上 有个种水 就是糯种 大家要知道 这个糯种呢 可以细化 有三种 有糯 糯化 糯冰 三种 这个种水呢 基本上就属于是 糯化左右的东西 啊 啊 镜头推一下 啊 这个 这块牌子呢 雕的是山水 焦织感不错 挺好 啊 尺寸呢 也非常大 有的地方呢 飘一些色 啊 还可以 嗯 下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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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属于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宝宝粉啊 它这个底色是白的 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给它拿起来 它镜头推一下 大家看 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啊 这个是什么种水呢 这个就是 糯种 啊 就是糯种 啊 大家 为什么 那个糯是哪个糯 糯米的糯 大概意思呢 就像糯米水一样 啊 就是你吃糯米的时候 淘的糯米水一样 啊 就是白白的 啊 但是微微的有一点 透感啊 这种呢 就是 糯 所以说它按种水来分呢 它呢 它应该在它之下 啊 就这么的 豆 糯 糯化 但是一样它俩是一个种水 它是细化了 就糯化 糯化之上还有一个种水呢 叫糯冰 啊 还有一个 就叫糯冰 嗯 大家看了吗 这个这个小佛像 这个呢就是糯冰 啊 种水虽然是糯种 但是呢 它呢 糯的有点 微微的胶质感也好 完了之后呢 也有冰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们北方都知道冰是什么感觉 啊 这个种水呢 我们就叫糯冰 大概这样 这么排的 糯冰之上呢 就是糯 糯之上啊 因为糯细化了三类三类嘛 啊 糯之上呢还有一个种水 啊 就叫冰 冰种 啊 看一下啊 冰呢就没没细化了 就是只有一个 就就这种状态 啊 啊 像像冰一样 透度 有透度 往里面呢还有那种 呃 那种不透的那种白的这种状态 啊 这就是冰种 啊 糯冰 这就是糯冰 这是糯冰 这是冰 看来说错了 这就是 冰种 在冰种之上呢 就是 还有一个种子就是 玻璃种 玻璃种呢 那边也有 啊 但是没拿 为什么没拿呢 因为 我这手里面有电棒 玻璃种的话 你是 一定要用电棒打的 才能感觉出来 它像玻璃一样 哦 它的透度像玻璃一样 哦 这个也是比较好识别的 可能通过视频呢 我们都不一定 能 能认出来玻璃一样 因为 它很透啊 我就拿一块玻璃糊的大家 我说这个是玻璃一样 大家有可能也看不出来 这就是玻璃一样 特别是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实性也非常重 实性也非常重 看一下 好像跟这个 刚才所说的这个 豆种 是比较相近的 但是玻璃还是有区别的 都同样带颜色 但是呢 它一点种水都没有 它没有水 不是没有种 是错了 它没有水 这个呢 多多少少 豆种的是有水的 有水头的 这个是完全一点没有的 这种品类的东西 如果要是没有颜色的话 这东西是很难看的 我们管这一类呢 叫做肝青 翡翠当中的肝青 它这个非常特殊 但是为什么这个 它的级别这么低 这个老百姓 还比较喜欢呢 就是因为它的色 一般的肝青啊 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肝青的色 再不好 这个还没有水 那大家就不会要了 所以呢 这个大家以后知道了就是 海外的场所呢 咱们在海外 经常会遇到这种 翡翠啊 玉石啊等等这种 东西 以后呢 大家有机会就可以解漏了 我在海外的时候呢 也看到过海外有很多 肝青的这个 翡翠 也都是有漏的 虽然漏不大 这个东西呢 有的肝青好的一些的 几千块钱去涨价子 都是不是很贵 花个折合人民币100 200都能买得到 这个 都有这种状况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这个希望大家呢 对这个 种水有一个了解 对翡翠呢 有一个了解 关于翡翠呢 整个这个印度啊 等等一些其他的嘛 我在别的视频里有讲 所以说那就不再重复了 这期视频就带大家验入这些东西 以后大家呢 在市面上就可以 投这个火了 当然这个 我今天讲的 仔细讲的 这个 色的也有很多种颜色 颜色的不同 价格也不同 同样是一个水头的 颜色不同价格也不同 当然呢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颜色不同 价格不同 你都掌握的话 那你就是见证师的这个级别了 你就是那就是另一套事情 和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急于求成 想了解什么样的颜色应该是什么价格 什么样的水头应该是什么价格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 首先我们要先认识这些东西 之后随着这个 时间的推进 我的这个视频会越来越专业 会往价格上去走 颜色上去走 这个包括其他比对的 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至少不是当下这个阶段 大家不应该跳舞 话都这么大 未来一百七一千期之后 是整个一个从最初级的讲来 一直到讲到最高级 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谢谢大家再见了